好,这个例题二 它叫我们找这个表面积 就是这个y等于x的三分之一次方 那y等于x三分之一次方呢 它的图形呢,长得像这个样子 y等于x的三分之一次方 那么介于y等于0到y等于1之间 那这一个地方呢,是y等于1 那这里呢,y等于0呢,就是x轴 就是x轴 那我们现在呢,把这一段 把这一段,那现在呢,怎么样呢 绕y轴旋转 这个题目是绕y轴旋转 那所形成的这个旋转体 它的这个表面积 那表面积呢,当然不包括上面这个圆 当然不包括上面这个切面这个圆 那表面积怎么算呢 我们再把这个公式把它写一下 那同学看一下 这个对y轴旋转的 它的公式呢,是由c积分到d 这个针对2pi x 然后乘以呢,这个1加上 这个dx over dy dx over dy 平方 下去开根号加1以后 加1开根号以后下去做这个积分 那所以,也这边是对y做积分 对不起 那我们现在需要什么呢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式子里面 由c到d,我们是由0到1 所以这个积分上它现在就是0到1 那么2pi x 那这个y是x的三分之一次方 所以你可以从这边得到呢 这个x它就是y的三次方 x就是y的三次方 所以我们把这边换成y的三次方 那乘以呢 这个根号 这个1加上 这个dx over dy 那么你可以从x跟y的这个关系式 得到呢 这个dx over dy 把x对y为分 它就变成了3y平方 变3y平方 那所以这边呢 dx over dy 我们就把它放3y平方 在这个里面 那记得呢 还需要再把它用一个平方 那么 接下来呢 这个式子看起来好像很复杂 那么这边是2pi y的三次方 乘以呢 根号 这边该平方 我们就把它平方出来 3y平方 平方以后变成呢 9y的四次方 9y的四次方 dy 好,dy 那么 因为呢 这个根号里面 有一个y的三次方 根号里面呢 是y的四次方 那所以呢 我们现在准备呢 使用的这个变数变换是这样子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把这个根号里面呢 看成是u 好,看成是u 那如果你把这个 1加上9y的四次方 看成是u 那接下来你就把这个u给它为分了 那同学就会发觉呢 缺什么了 好,因为你把 把这个du下去为分以后啊 1是常数为分变0 9y四次方为分以后呢 变成36y三次方dy 好,36y三次方dy 所以这个y三次方dy 这两个应该应该给它搭配在一起啊 那因此呢 我们就把这个 这个2pi 它是系数不影响积分 干脆把它拿到积分后外面去了 那我们针对这个里面啊 这个1加上9y四次方 下去做击分 下去做击分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y三次方啊 前面这个y三次方 拿到后面去跟dy放在一起啊 那同学看这个式子呢 你就知道呢 它缺一个36 它缺一个36 所以我们就在这边呢 乘以36啊 前面呢 给它除以36啊 这是调整系数啊 乘一个除一个啊 乘一个除一个啊 那所以呢 这边呢 呃 约分以后呢 它就变成18分之π了 18分之π 那这也是0到1 接下来呢 这个根号 我们就把它看成是 1加9y四次方 根号就是2分之1次方 根号就是2分之1次方 那后面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把它转换成 d的1加上9y的四次方 把它换成这个式子了 那么就在这边 36y三次 36y三次方dy 换成这个d的1加9y四次方 d的1加9y四次方 那一样 同学现在我们不换变数啊 但是我们已经看到 这个是u 所以我们现在面对的积分呢 是u的2分之1次方du的积分 u的2分之1次方du的积分 所以你把它积分以后呢 它就变成了 这个u的2分之3次方 好 u是1加9y四次方 好 这个2分之3次方 然后底下除以2分之3 然后后面挂上下 0到1 好 那这时候呢 这个2跟18 好 相0 可以约分 所以这两个约了以后变9 那9再乘上这边这个3就是27 所以这边就是27pi 27pi 这系数是27pi 接下来呢 我们把上下线带入 这个上线你给它带下去 1带1下去的话 9加1就是10 所以是10的2分之3次 减掉呢 下线0带下去呢 它就是1 1的2分之3次方 还是1 好 所以这个错答案写成这样子 那你也可以把它表达成像这样子 就是10的2分之3次方呢 你也可以把它表达成10 跟号10 好 再减掉这个1 好 再减掉这个1 好 所以我们这个题目呢 就做到这里 那其实呢 就是把它给你的那个函数 那么 带到这个公式里面去 带到公式里面去 但是同学记得呢 对Y轴旋转的时候 你要对Y下去积分 那对Y积分的话 就是你这个式子里面呢 都必须是Y 都必须是Y 那就不能有X了 也就是说呢 你必须要把它给你的那个函数 表达成一个Y的函数的形态 也就是X等于G of Y的形态